神秘的回游鱼至今也用古老的捕捞方式 中国最大的木耳市场代付了一方百姓 中国最大的木耳市场代付了二十万到三十万年 今天的生财有道 带您到黑龙江省东宁市 去看看那里独特的人文风情 看看这个美丽的深呼吸小城 如何通过家乡特产富民增收 生财有道致富从之里起步 大家好 我是王伟明 现在我是在黑龙江省东宁市 我身后就是隋分河 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串鱼 就是这当地的一个特产叫金瘫头鱼 还蹦呢 看刚从河里打上来 现在正是吃这个河鲜的时候 味道特别鲜美 而且这个鱼有三道特别漂亮 特别绚丽的金色的条纹 这就是它典型的标志 今天我们的节目啊 就从金瘫头鱼开始 从早上开始 东宁市瘫头鱼村的渔民们 就来到隋分河岸边 依次轮流下河打鱼 他们至今沿用古老而原始的 小木船作业的方式 捕捉隋分河里的各种鱼类 每年四月 一种生在河里长在海里的鱼类 从日本海回游到自己的家乡 到达位于东宁市的隋分河产卵 这是一种里科类的鱼类 被称为亚西亚鹿鱼 当地人管它叫做瘫头鱼 瘫头鱼是里科唯一生活在海里的鱼 按颜色区分为金瘫头 银瘫头和黑瘫头 其中因为身上有金色绚丽的条纹 被当地人称为金瘫头鱼 最受人们喜爱 捕捞瘫头鱼是勇敢者的游戏 既需要过人的胆识 更需要过人的体力 集体的时候生产队的时候 就这样 就是起初都用网 站船上搞网大 那个炫网 对 后尾逐步的延续到现在这种挂网 咱们这专业术语叫刺流网 刺流网 对 这个杆子就是 撑杆 撑杆这个水大概有多深 水有六七米深 现在有六七米是吧 就是水六七米深 那完全在这个河上就得靠这个杆子 把这个船给定住 浅腻尽味用 完了深腻味都是滑用 哦 这也可以当蒋 对对 连滑袋出 哦 这非常长了 你看 非常长 很长 相当长 浅腻尽味就撑杆 对对对 深腻味就用滑 这一高还得人胆大 是吧 技术含量很高 你说这队长说了 这是我们捕鱼队的队长 没有技术 是吧 水大的时候咱们也作业 对对正常作业 因为这个鱼吧 就是这个季节来的 过这个季节就没有了 所以说在这个季节 过这个村民这个店 对对对就抢这段时间 对对对 这个金瘫头鱼 正是古牢的季节 大家看那么多的这个船只 那么他们呢 就是按照这个顺序轮流的 每次只能出去一艘艇 出去打这个金瘫头鱼 这个鱼呢 因为这两天呢 这个隋文河的这个水位啊 因为暴雨呢 有一点上涨 所以现在捕鱼比较费劲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跟着他们一块去 看看我们今天能有什么样的收获 征得捕鱼队的同意之后 我们的记者拿着小型摄像机 跟其中一条船下河打鱼 亲身体验一下捕鱼的过程 记者采访的这几天 恰逢东宁市一连几天暴雨 隋风河水位上涨 水流十分湍急 这给下河捕鱼增加了难度和危险 船很小 平时都是两个人乘坐 一人撑杆 一人下网收网 因为小船在水流湍急的河中作业 划船逆流而上十分费劲 长杆能一杆撑到底 既节省了人的力气 又能起到毛的作用 把船固定住 捕鱼不管有没有收获 收获多少 出去一趟再回来 都得四十分钟左右 这四十分钟是高强度的 一秒钟都不能分审 否则小船就会被大水冲走 十分危险 珍贵的食材背后 总是凝聚了劳动者的尖心和汗水 攀头鱼捕捕捕的过程 虽然充满了艰险 但是能给捕鱼人丰厚的回报 这一趟的旗网有了收获 坐在不停摇晃的小船上 看着一条条鱼被拉出水面 获得感带出了满足感 此时你能真切地感受到 这一拉一拽的简单重复 捞出来的都是财富 一条 二三四五六七 哎呦不少啊 这手也多的时候 一个多 多的时候能有多少 一百多 一百多有三四百的手也有 三四百你这船就装满了吧 满满的 哎呀那太好了 一四斤里的金碳头 金碳头是这条线是三条线是吧 是吧 金丝线是金碳头 哦 然后过多长时间它就变银碳头了 过它不是过 一查一查的 哦 下次游来的是另外一种鱼 对对 金碳头鱼 现在这就是黑大个 哦 这是三块鱼 那个黑碳头 哦 这已经是黑碳头了是吧 对对对 哦 明白了 这是三种鱼其实 哦 我一直以为吧 它是一种鱼 然后呢 这个鱼这个长大了以后 就变颜色 我一直以为是这样 其实不是 对 是吧 它长得厚到嘴巴厚 哦 一道杠 长得黑一亮 它只有一道杠 哎呀哎呀遗憾了 怎么呢 放生了一条 瘫头鱼捕捞的过程 虽然充满了艰险 但是能给捕鱼人丰厚的回报 在东宁吧 这里有一种特点 就是一大怪 瘫头鱼论条麦 论条麦 不管大小 哦 上了一条吧 最高的时候吧 可能卖到八十块钱一条 哦 哎 也有120的或者三十五十的 根据时间长短 你就是鱼多了 价钱就就下来了 对 价钱就下来了 呃 今天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今天价格多少 一条五十 嗯 那就这就一百五就到手了 对对对 走这一趟 嗯 啊 真行 你们这一天呃能走几趟 两趟 两趟 规定的是吧 对对的就是啊 帅去这个捕捞 这个船已经回来了 这真不容易啊 这一趟因为水大 往上滑也很困难 现在就等于是至少半个小时以上 它才能回来 那么我们这个满载期待啊 看看这一船能够有多少收获 这趟多少条 五个 五条 五条 啊 全是金探头 五条 啊 看看看看 全是金探头 全是金探头 啊 五条 行 这个有收获就好 啊 这是他们的 这是他们这条船的这个收获 那就现在已经有十条鱼在里边了 十条金探头 这就有五百元了 五百元 嗯 五百元行吗 满意吗 满意 满意了 这船多少 二十多条 嗯 发败了 发达了 这趟没白走啊 哎呀 这第二趟哈 你这是你第二趟啊 第二趟啊 你不上趟 打热吧 这趟我也挂了三个那时候 哦 个儿都太大了 两岁 这卡金的 你看三十两 有一个有三斤的 哦 这么大了 三十多条 三十多条啊 哦 那不错 你的收获很好 嗯 是吧 你打鱼多少年啊 十七八年了 十七八年 嗯 东宁市的水产小市场 每到这个季节 摊头鱼就成为市场的主角 哦 这有金摊头 你看 看好我本地金摊头 哇 这才叫小五 这才叫小五 本地金摊头 摊头鱼的销量猛增 销售摊头鱼的商户 出货速度很快 都收了 不是卖 卖出去了 啊卖出去了 这卖出什么鱼啊 摊头 摊头啊 嗯 卖多少啊这是 卖五十条 这张鱼就卖塔鱼 五十条 哦 五十条到五三江 对 哈尔滨吗 哦 哈尔滨 哦 这都卖到哈尔滨了都 对 哦 啥事儿 哎 这张鱼还挺好的 他钱要的请看好啊 这样子鱼 说话之间这是这个五十条 你看全卖光了 飞一下到哈尔滨 哪只还有 摊头鱼回游的季节 也带火了隋风河畔的农家乐 周末来到这戒河边上 吃一顿农家饭 尝尝鲜嫩而独特的摊头鱼 成了假期的美好经历 这个鱼味道非常非常好 味道真的是不错的 味道非常好 鲜 而且这个水是非常自然 挺净 家乡的水吧 家乡的那个就是鱼吧 养鱼的家乡的人 一到周六周天的时候 这个院里都是车 都那个排不开了 都上那个大道停车了 有时候最忙的时候 这河边都摆上小桌 都带河边那个放桌 摊头鱼从开始 从金摊头 一到黑摊头 三个固扯 始终都是天天的 天天的这么放满 一天一夜干达到 一万元左右吧 现在为了保护隋风河的 摊头鱼野生资源 每年东宁市都要往河里 投放鱼苗 增加摊头鱼的数量 正是这种保护性的理念 让这种古老的物种 得以繁衍生存至今 也让小船 长甘蓝网的 捕鱼传统 得以延续 提到东宁市 还有一件富民的宝贝 在全国文明侠儿 那就是黑木耳 同样作为东宁市的特产 与摊头鱼不同的是 黑木耳是东宁市 富民的支柱产业 东宁市去年的东产量 是5.7万端 代配量是12.41大 我们去年的经线 单项生产这个产值 是40个亿 拉动了我们当地农民收入 一万五千多块钱 占到了我们当地 农民收入的78% 黑木耳因为口感爽脆 烹制简单 是老百姓餐桌上的 一道常见的菜肴 近些年来 黑木耳更是因为营养丰富 能意气强身 能疏通肠胃 养血助盐 而广受推崇 在我国销量越来越大 东宁市境内 九山半水半分田 适宜的气候条件 肥沃的土壤 茂密的森林 和丰沛的水源 是黑木耳种植的理想产地 现在 东宁市已经成为了 中国最大的木耳集三地 每年的六月 木耳交易进入旺季 位于东宁市隋阳镇的 木耳大市场 人头攒动 热闹非凡 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 云集于此 采购最优质的木耳 五十万斤 五十万到六十万斤 三十万二十万 五十万六十万六十 占的好坏 车已经装好了 对对对 装好的 这全是木耳 全是木耳 这车准备发的呢 这个就是往 沈阳大伦发发的 六千多斤 去年是 成交量在四百多万斤 六千七百万 我们全市的木耳产量 占全国的五分之一 实现产值 三十六个亿 人均收入是 两万一千元 我们的市场 是首批 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识的 样板市场 因为品质好 不愁销路 东宁的老百姓 不少人都从事 木耳的种植 在东宁市 随处可见 这样的大棚 小半年的时间 耳农就能有 不菲的收入 汪兰成 地道的东宁人 他是家信子村 较早种植黑木耳的 汪兰成曾经为了生活 到俄罗斯打过工 但是一国他乡 并不容易 一年下来 也挣不到几个钱 去俄罗斯 到那儿给你打工 我是大工吗 还属于大工 大工一个月一千五 小工才一个月一千 在那干了半年 挣不到多少钱 我又回来 回来然后又 干了两年外活 直接就改行 干这个地赞 干黑木耳 因为不懂技术 当初种植黑木耳 也是抱着 试试看的想法开始的 一开始也不会 一小部分农民 从事这个种植 我们就跟他们 也是互相沟通 当时我说 能不能挥一本 当时投了 那时候还便宜呢 也就投了三万多块钱 把偷茶菜卖完以后 卖了三万八 我一看 剩了六千块钱 这就有底了 不害怕了 我偷茶卖三万八 第二茶卖了三万 当年就挣了 接近四万块钱 现在我们这个木耳 种植分了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这个新的方式 就是吊起来的 这是吊栽 但是传统方式呢 就是地栽 大家看 像这样的就是地栽 吊栽和地栽 这两个木耳 它有区别吗 立体栽培呢 它第一个省地 而且节水 省水 它省工 像这个地摆 这个500平方 才能摆一万袋 也就是360平方了 我们就挂 我们挂袋 就能挂到两万五六 这样的就是 大大节约的 土地的那个利用率 现在汪澜成成了 东宁木耳的一个 致富榜样 它种植的木耳产量高 品质好 通过黑木耳的种植 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从我做黑木耳以后 第一年 人均就是达到一万多 然后慢慢的 就是一万五六 两万两块钱 到现在 就是我去年 三口之家 纯剩十六万 木耳产业的发展创新 形成了新的业态 这给东宁市的 木耳经纪人队伍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 但也是带来了新的挑战 刘运福 东宁市隋阳镇人 从事木耳经纪人 已经二十年 初中毕业后 他开始跟着家里人 做点小生意 因为家乡盛产黑木耳 外地不少客商 来到隋阳镇购买木耳 他看中了这个商机 开始帮客商收获 我做木耳已经二十年了 我父亲和母亲 始终就是在东屯 就种这个 从小我就根据 他们的感染 他们就种 我就跟他学习 长大了之后 从事木耳经销 已经是二十年了 二十年的经营 刘运福在当地 成了小有名气的经纪人 不但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还在网上 开办了网络销售的平台 每年公司的销售量 越来越大 在网店销售是一千多万 一千一百多万人民币 总体呢 整个公司呢 整个公司的话能达到七千多万 现在这个 咱现在以网上销售这块 还有这个出口 还有这个电视公司 以这三方面来整体 完全运营的事 因为品质优良 近些年来 东宁的黑木耳 也成为了出口的佳品 远消北美欧洲 但是随着采购量的不断增加 加上出口产品的要求 越来越高 产品品质的管控越来越难 如何保证自己收上来的木耳品质 符合出口的标准 刘运福为此想尽了办法 提高产品品质 记者在刘运福的合作社采访的时候 碰到了两位来自深圳的出口商 他们在黑木耳的种植阶段 就前来订货 一方面是确定数量 更重要的是明确提出 出口木耳的质量要求 因为出口的黑木耳 在外观和农药残留等方面 有着很高的要求 三子大的这个标准之后 我们就把它摘下了 因为这样子就是避免 它长到过大 过大它就没有价值 太大的木耳就没价值了 然后也避免把小的 它还没有成长起来的 把它摘下来 就是说我们出口来 包括就是说 我们也不用更多的人工去筛选 在农屋这第一道关 就把它拔好了 按照有机黑木耳的 国际化的标准去种植 这样才能产出来有点木耳 所以我又成立一个合作社 用合作社来经营 让公司企业来管理 于是2015年 它成立了自己的合作社 以美金木耳 比市场价格多出两元钱的方法 吸引耳农种植 不打农药 不施化肥的高品质木耳 现在就是公司要求我们 从选种了 采摘了 颜色 按他们严格按他们要求来 它就是保证回收 比市场价价价价高 高多少 美金高两块钱 这样呢 只要是我们销路有了保障 其农户就什么都可以看 这也就是最实在的说法 统一了收购的价格和标准 农户的心理吃了定心丸 大家都愿意参加合作社 按照要求 种植无公害的木耳 共同致富 刘运福的合作社 人气越来越旺 我们现在和合作设施 签了193户 我们现在的经单越来越多 有望在今年的下半年 再和500户农户签订回收协议 东宁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黑木耳产业 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建立以东宁为主导的产业标准 建立黑木耳的质量安全 可追溯体系 做大精深加工 确保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我们现在制定了 东宁的黑木耳地方标准 我们制定了 做黑木耳这个菌包的 专用木屑的标准 包括500万袋的 1000万袋的菌包厂的 这个标准 我们现在制定过程中 这就是通过标准 来规范我们各个环节 让它更精准化 更可控化 将来在实现标准化 就精准化 集约化 现在我是来到了 东宁市的这个 西岭村 大家看我身后啊 这边全都是 种植木耳的大棚 像这样一个大棚呢 投资大概在 十万块钱左右 那么当地 种植木耳的村民啊 告诉我 一年 他们基本上 就能够回本了 我们来到了 西岭村走法 这里是种植黑木耳的大村 几乎家家户户 都在种植黑木耳 你种了多少啊 你 种了四万 四万袋 四万袋 投资多少钱 投资得六万 五万多块钱了 五万多块钱 到年底能收多少 十万块钱吧 十万元钱 对 我今年整了三个朋友 十万袋捐 十万袋 投资多少 投资十六万 收货呢 能有多少 没法说 就收成好了 就多收成点 一袋能挣一块钱吗 十万袋 就十万块钱 过去我们的经营 都是以农户 怎么说了 分散式的大地摆放 和简单的 农民自家 一家一种经营模式 种植木耳的人多了 西岭村 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 求得发展 成立合作社 是当时村集体班子 和村民的共识 成立合作社的前后 变化大了 哎呀 那很大了 最初那时候 老百姓 咱们在军农 有的经营的好 有的经营的 通过我们合作社 统一规范 规范它这个 种植经验 把这个由过去 这个大地的 这个自由式摆放 到现在我们 这个棚制调查栽培 有过去的 有这个河水 雨水浇灌 到现在呢 我们用这个井水 统一推广新技术 这个在制菌 栽培 和这个管理 销售 这一块 我们统一一套技术 在这一块来 就是产品质量好了 这个产量高了 农民的受益也大了 很快 这些措施 就见到了成效 把原来各自为阵的 散户团结起来 拧成了一股绳 形成了拳头的力量 2016年 西岭村的木耳大丰收 村民们都取得了 不菲的收入 去年我们全合作社的 总收入 回木耳这一块 就是两千多万 人均我们五百来回员 人均就是在我们 这个水阳地区 那是 效益是非常好的了 经过多年的发展 现在的东宁市 黑木耳种植 已经成为了 富民的支柱产业 既有青山绿水相伴 又有白云蓝天香水 应该说这几年 我们东宁市 不断地转方式挑结构 按照供给测 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既打造绿水青山 也打造金山银山 既持续地推动农民的增收 也全力地推动 现役经济 大发展快发展 不断地提高特色农业 和效益农业发展之路 持续地推动农民增收 也由此 带动了我们东宁内农民村收入 连续九年 位居全省 这个农民村收入第一 生活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小城 人们的幸福指数 一定是很高的 东宁市不仅最大程度的 保持了完好的生态 被评为了深呼吸小城 而且还通过特色产业的发展 为百姓赢得了 两万一千元的人均年收入 走上了富裕的道路 既有绿水青山 又有金山银山 我们真心希望这种城市 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 让老百姓 在将来有更多的获得感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王伟明 下次节目再见 让人抢着付钱的小吃 让人忍不住刷屏的硬身红 让人满桌清盘的农家菜 让人口齿流香的土法豆齿 这是一个风味十足 尽头十足的流洋 一个山山水水都让人垂涎的流洋 敬请收看明天的 生财有道